澎湖人靠天吃饭以海力线 海洋与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 海洋要永续发展 必须从教育方面着手 深耕海洋教育 做到青海、爱海、护海 与海洋共生、共荣的精神 看着小朋友开心的表情 要带着小小的鱼儿快点回家去 小朋友开心第一次体验亲近海洋 充满了惊喜的表情 澎湖的孩子真的好快乐 而本县在海洋教育连续残联三年 荣获三大奖项 在教育部2022海洋教育推手颁奖典礼 澎湖的海洋教育再度获得肯定 不仅荣获地方政府奖 同时和恒国小实验小学 也荣获了课程教学团队奖 校长叶万全则荣获个人奖 本县的海洋教育推手奖今年是迈入的第四年 是教育部为了彰显全国努力推动海洋教育的团体 个人以及地方政府及课程教育团队所举办的 澎湖则荣登全国唯一残联三年 每年都荣获教育部海洋教育推手奖三大奖项的县市 让澎湖各界都予有荣烟 根据了解 颁奖典礼是由教育部长潘文中亲自颁奖 会后与澎湖团队合影留念 对于澎湖用心推动海洋教育是表示肯定 而这一次是由县政府教育处长舒启昌带领的海洋教育团队 以及获奖的老师前往授奖 教育处长舒启昌也表示 海洋教育推手奖最高的荣耀 获奖者都是深耕海洋教育的佼佼者 澎湖连续三年荣获三大奖项 要感谢所有海洋教育的工作者 不辞辛劳推动海洋教育 同时也肯定户外教育以及海洋教育中心 峰贵国校 维划推动本县各项海洋教育的活动 以及澎湖各校用心发展特赦海洋课程 教育处长舒启昌也勤勉教育伙伴们 未来持续深耕海洋教育 为海洋永续美好澎湖一起来努力 记者陈淑慧 吴梦伦报导